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2号 我们时间是来到了星期五 欢迎您锁定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来看这一期的移民大事件节目 我们今天在移民大事件节目当中 还是请到了我们湾区本地非常资深的 王小和王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 2024年的美国移民话题 线上我们首先跟王律师打个招呼 王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到2024年了 那这一期的移民大事件节目 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期 咱们总说新年就要有新气象 那今天2024年 王律师在美国移民法这边 有什么一些最新的相关消息 给我们在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吗 这个2024年了 我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预期 就是说这个移民法的这个改变 大家知道去年我们讲到的 我说的去年2023年的时候 移民这个移民法上我认为 比较值得值得 这个跟往年有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就是说去年走线来的人特别的多 这个去年12月就是最后一个月 走线进来的30多万 这个一个月就是30多万 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我们从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看到 现在的案子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是跟走线有关的 现在来了大量的中国人 我们主要做的案子是中国人 现在我感觉到在边境上的话 基本上已经已经没有这个边境 已经没有严格的讲已经没有职访了 在我看来好像所有的人到了这里来 当然我们主要做的案子更多的是中国人 在旌旗以后少则这个几个小时 多则几天就放出来了 OK 也没有谈话 什么也没有 你去年5月不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吗 说是要看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国家 是不是已经申请了庇护啊 或者你要不要那个CBP1啊 这之类的 现在都没有 没有这样的要求了已经 OK 一到这里来了之后 基本上确定一下身份 就给你发几张纸 让你这个60天 释放你以后60天之内你要报到 有的会给一个出庭通知 有的甚至也不给出庭通知 什么也没有 这个就就就就放出来了 现在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听他们讲 他们很多家人的朋友这些 正在来的路上 这个好像咱们客观来讲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您刚才也说到了12月 这又是迎来了一个这个高峰 虽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主要讲的不是这个内容啊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首先我们知道 在美国美国边境这边的问题 现在还是非常非常严峻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来自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叫做这个无证移民吧 现在积压那个在边境的地区的非常多 每天我们看新闻啊 今天又从哪来个大棚车 明天又从哪来个大棚车 我们知道大棚车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难民呢 或者是这些非法移民 也无证移民呢 他们汇聚到一块 动不动就上千人啊 好几千人的这样一个大队伍 浩浩荡荡的就朝着这个美国来了啊 我们把这个叫做这个大棚车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很严峻 您刚才也讲到了 尤其现在好像很多华人朋友们 这个情况在边境这个问题上 好像确实这个数量是 呈现呈现出了一个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对吧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提到就是说 去年来的特别多 直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这个美国移民局 在边境基本上没有 就是像以前那样 OK抓到以后 要做一些甄别 这个可能要关一段时间呢 确定有没有可能申请庇护 现在几乎什么也不问 来了就放 基本上就进来 就是这个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 对这个拜登政府 在南部这个边境的这个 提出了很多批评的意见 就是说这个形同虚设了 现在感觉这个问题是有点严重 所以我认为2024年 随着这个大选的这个接近 这个移民的问题 特别是边境的问题 可能又会成为热点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2024年这个可能会需要改变 可能会出现大的改变 这个长期以往的 像现在这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恐怕不能持久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年 对2024年的一个期望 就是边境的问题 对我认为 所以说这些还没有进来的人 就是说还想来的人 恐怕这个的步伐加快 否则的话 等到这个政策真的改变了以后 可能就会出现很多这个难题了 现在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认为 随着这个AI技术的这个发展 这个对移民申请 移民的处理 也会出现很多这个比较便利 和有帮助的情况 移民局也在积极地利用 这个技术的更新 对申请做出一些标准化 程序化 或者是这个 自动化的 比如说移民局今天就宣布了 从这个下个月开始申请H1 不是这个一年一季的 H1申请马上要开始了 现在它允许这个 你的公司如果帮你申请 或者是律师 可以在网上 可以说从一个账号里面 就是说可以把所有的你的申请 就都可以把它交出去 然后在网上可以实时的 这个监控到这个案件的进展的程度 OK 以前的话只是这个H1登记 要在网上 那么现在呢 这个提交也可以在网上 那将来如果要补件呢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网上 这样的话对这个自动化程度提高 对这个案件的管理和效率 和避免这个邮件的遗失 耽误这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类的由于这个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AI技术的发展 在申请这个案件上 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改进 方便这个当事人 来申请相关的 提高这样的效率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 这边的工作效率一直以来都被人诟病了 尤其是移民局这边啊 感觉一个事情要处理好久好久 那如果说当然了AI 我们知道AI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技术 能不能使用 这种使用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能还有待时间去考证 不过至少我们知道 它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 现在案件积压这么厉害 OK 这个你想我们就主要用庇护案件来讲 在法庭有300多万 在移民局有100多万 OK 如果说这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 能够用AI来进行的话 就可以加速这个处理 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案子 特别是在移民局这里 处理案件 我觉得效率特别的低 在庇护案件里面 其实很多工作的后台可以做的 背景调查相关的这些核实都可以做的 但是全部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 你到了移民局去面谈 弄不好三五个小时 搞不好完了之后 几个月以后又要你去第二次面谈 非常啰哩啰嗦的 有的问题就是这个重复的问过去问过来 有的问题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就觉得非常耽误时间 这个效率的话得要大大的提高 如果说我们能够说一个庇护的案件 能够就是说这个这个面谈不超过两个小时 关键的问题问问清楚 其他的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就把它做了核实了 就是说就不要这个在问话的时候 太那么耽误时间 现在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的时候问话就要六七个小时 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后台的处理 可能一个案件要花十几个小时 所以说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案件越积压越多 所以这个从这个这个增加效率提高效率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移民局应该再更加的努力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如果说他把这个效率提高了 哪怕你案件增加的太多再多 他也就是说可以有效的把它处理掉 否则的话你光是增加人手 这是绝对赶不上的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的第二个 那我们刚才说到移民局这个办事效率低了 然后王乐师您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排期啊 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个信息给大家带来呢 对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 就是说你看这个最新的这个 这个签证表的这个这个公布就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这个排期有可能是越来越长 现在越来越长 对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二月份的话基本上你就看出来没有什么改变 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绿卡的人 绿卡申请直系亲属啊 申请这个配偶和未满21岁的 这个逼表的时间停留在这个2023年9月1号 已经已经有四个月没有没有改变了 已经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本人是绿卡 你的这个配偶或者未满21岁的小孩 人已经在美国你要帮他们申请绿卡 在过去那若干年里边的话 那就直接可以把所有的申请表包括调整身份 485的表格都可以提交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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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去年9月1号以前已经递了130表格 有了优先日期的这个这个排队 你才可以提交 如果9月1号以后你才要提交的 现在都没门都要等 我们有好多客户现在处在这个状况 OK就是9月1号以后 才要来做这个案件的 才提交了130的现在都做不了 其他的这个职业移民也看出来 这个投资移民也是一样 投资移民的话按照老的这个方法的投资移民的话 这个进度非常慢 现在还是在2015年的12月 几乎也没什么变化 OK这个 现在投资移民唯一的就是说 在我看的是一个亮点 就是今年可能这个做移民的 在2024年 就是按照新的投资移民法律 投80万的这种 而且是投这个高失业的地区 或者是乡村地区项目的 这个项目现在仍然是开放 我预期今年很可能还要继续保持开放 OK以后 明年以后那就不好说了 这是今天王律师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三条 我们刚才说的2024年了 第一个是预测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于这个移民局 使用这个AI技术方面 看看能不能提高一些效率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些排期的问题了 那这个是咱们三条消息 那么接下来呢 王律师要进入咱们今天聊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话题了 主题话题呢 主要也是聊 跟这个庇护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 就是说当年如果没有这样的 一个相关的理由的时候 去进行申请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去做一个申请了 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展开说 让王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话题的话 如果你乍一看这个话题 好像觉得 如果我没有申请庇护的理由 我怎么去申请庇护 难道你要我去撒谎吗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庇护的话呢 是说如果说美国的法律规定 庇护的法律规定 如果说你有在五种原因 因为五种原因 而受到了迫害 你可以申请庇护 那五种原因 政治观点 宗教信仰 特别的特殊的社会团体 种族国籍 如果说你没有这五方面的问题 但是你被认为有这五方面的问题 OK 所以说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OK 你被误解了 OK 你比如说你并没有 反对你的这个 这个本国政府的这个政治观点 也没有任何这样的政治行为 OK 你就老老实实的 这个这么一个人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你可能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出现了 然后你被认为 你有这个反对这个政府的这个观点 或者有这个行为 因此你遭到了迫害 你可以告诉移民局 我没有啊 我对他们并不反感 但是就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你就被认定有 OK 有的人比如说 他没有某一种宗教信仰 但是他也是在 在一些比较蹊巧的情形下面 OK 在不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 然后呢 他被认为 你是属于某个邪教的 这样的案子呢 我们也做过一些 OK 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 移民法上也是允许的 这个叫做说 你被推定 有这样的这个庇护的理由 你本来是没有的 OK 但是这个这个 如果说别人认为你有 我打个比方 我们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他 他这个经常送他的家人 去参加教会活动 OK 他开车去送他 在外面等他们 OK 结果有一次 这个就就就这个 这个警察来了 就是说这个 然后把他也抓了 OK 所以说他在外面等 说他也是这个教会的 实际上他从来 他也不信教 他家人信 结果这个被弄进去 在里面折腾了很久 OK 所以说他后来来到 美国之后 他也有这个理由 给移民局如果认为 OK 虽然你不信这个教 但是根据你讲述的 如果移民局相信 他说的是实话 他被认定 被警察认为 他属于这个 这个这个教会的成员 因此呢 他也可以得到庇护 是他 他完全不信这个教 OK 你比如说有的人 被认定在 在在网络上 发表了什么东西 可能在政治上 这个是 是是对这个政府 这个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东西不是他发的 嗯 但是他被认定为 是非要说是他发的 OK 然后在背里边 被折腾了一段时间 OK 那这些人 这种案子都是 就是说属于 你本来不具备 申请庇护的条件 因为你 你没有因为 这个法律说 说的那种五种原因 受到了破坏 但是 你被认为 OK 因此你被冤枉了 OK 换句换句 就是说 你完全就是被冤枉了 OK 因此 因此他也可以申请 那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很多人 可能不一定意识到 OK 不一定意识到 这种情况可以申请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谈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 就是说 有类似情况 怎么你可以 就是说 你的这个脑洞可以打开一点 多想一想 OK 这个 如果说你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你可以挖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一定是说你真的 有法律说提出来要保护的那五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你被认定有的话 当然这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做庇护的案件里面 就是你要让移民局相信或者你在移民法庭要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你要可信的 如果说认为你不可信的话那一切都免谈了就OK 就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嗯 这王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 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理由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理由这个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比较主观的 其实我们之前在往期 今天是2024年第一期节目 在2023年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期 跟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在申请这样的案件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有很多啊 除了刚才这个王律师 还有什么一些华人朋友们其他需要去注意的吗 我现在我注意到关于这个走线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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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子 现在有有有几种情况 一种走线进来的人吧 会给他出庭通知 而且呢这个出庭通知也真正的交到了法庭去 OK 那个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案子 那就直接进入程序 那就就可以了 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现在很多地方小庭都已经是三到四年以后了 现在小庭 这说明法院的案子积压的非常厉害 现在 还有一种情况 走线进来的人 给了他一个出庭通知 但是你到法庭系统去查的话呢 这个这个通知没有交到法庭去 所以法院没有这个案子 只不过是运营局给了他这个出庭通知 至于这个出庭通知 最终什么时候会送到法庭 从而开始正式开始缔解程序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现在 所以说这是第二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给你出庭通知 直接就把你放了 让你这个六十天 登记去报道 以前的话会跟你讲 哪一天去报道 就是第一次报道 第一次报道以后 然后 再给你讲 下次报道的时间地点 现在没有了已经 现在是让你 被释放以后六十天 到这个 这个移民局的一个网站上去登记 去去预约 这个面谈的 这个这个报道的时间 那这个 其他很多地方 当然我不知道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的去 去核实去查这个东西 但是在那个 在九尼山地区的话 你要去在九尼山的这个 爱死的网站上去 去登记报道的话 现在 现在完全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预约时间 没有 你往后面拖三十年都 都找不到 最近的可以 我们看到可以 这个就是Sacramento 在可以 那也是就是好几个月以后了 这个Sacramento 或者是Fresno 都没有 所以说现在 你要去报道 都非常困难 你可以说明现在 这个这个这个 来的人是有 有有多少 OK 另外呢 就是 就是说这个 那 刚才我讲的这几种情况 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OK 一旦就是说你入境的那天起 在这个一年之内 你必须要把庇护的申请 要提交上去 到不到法庭 不重要 OK 你如果没有送你去法庭 你不能交到法庭 但是你要交到移民局去 也要交 OK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 有个一年的规则问题 所以说你必须要提交 申请 因为这些人来到美国 走线来的 他不会有别的方法 可以申请合法的居留在这 他只有申请政治庇护 才可以停留在这里 将来最终拿到身份 这些人进来之后 就算是跟美国公民结婚 你也不能留在美国 转换这个身份 所以说难度是很大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要申请到庇护之后呢 你才有一个所谓的钟 才能够打开 这个钟就是说 是你申请公卡的那个时间表 你提交了申请 移民局收到了之后 150天 你才可以提交申请 然后180天 可以批下来 如果你不交的话 你这个钟就始终没有打开 我最近碰到有 不少这样的案子 就进来大半年了 啥也没做 在这儿 挺可惜的 所以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 我们刚才以上这些问题啊 希望能够对大家 祈祷一些帮助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 咱们这些节目呢 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大家呀 如果有什么 关于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 只要是跟这个美国移民 相关的这个信息啊 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呢 去进行一个留言 或者是进行一个讨论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 如果听到刚才这些节目的话 说哎 我想办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案件 想要去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律师 可以去谷歌上搜索一下 咱们湾区的这个王小和王律师 是非常有经验 也是非常资深的本地的 这样的一位律师 帮您那个处理您的这样的案件 然后咱们今天再次感谢 王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同时呢 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订阅 咱们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和TV的视频频道 来获取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今天周五 祝大家周五快乐 下期节目 跟大家再见 拜拜 再见